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9日 星期二早上的第一節 先講講兩宗關於英國方面的消息 第一宗消息就是根據《太陽時報》的報導所說 英國政府目前正在調查接近200名英國學者 這200英國學者全部都是英國公民 查他們什麼呢 就是他們涉嫌協助中國發展大殺雙力武器 一經定罪的話 最高是可判監禁十年長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英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昨天更新了外郵指引 據他們了解 香港已經跟中國其他地方一樣不承認雙重國籍 如果是一個擁有英國和中國雙重國籍的人士 即使他是持有英國護照入境香港 英國方面也很可能 是沒有辦法提供到領事保護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第一宗消息 根據英國太陽時報所引述的消息人士指出 英國財政部和海關 向超過200名英國公民發出了執法通知 這200人 分佈在十多間大學的數位任職 換言之 全部都是從事學術界的人士 可以說這次英國政府 政府檢視學術界 事實上 學術界是很容易遭到滲透的 例如利用各種各樣的名義 展開所謂的學術交流 或者是合作項目 往往 接頭的學者會取得益處 這些就是 其中一種形式的滲透 當然在暗的就更加多 當然學術界也是本身很有價值的滲透 因為他們是接觸得到很多敏感機密資料 也有很多高薪科技的研究 以及涉及到很多關於知識產權的東西 所以學術界本身就有很大的誘因 遭到滲透 而美國方面 在去年已經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 反擊所謂的千人計劃 現在英國 終於採取了行動 來檢視一下 學術界裡面到底有沒有類似的腐敗行為 所以就跟美國的行動 移曲同工 《太陽事報》的報導還說到 這200多名英國學者 有可能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違反了2008年出口管制令 涉嫌幫助大陸 製造大規模殺傷力武器 而遭到調查 這條法例的目的 其實就是為了 防止使用高度敏感的知識產權 交到敵對國家手上 如果證實得到 這些學者違反法例 最高是可被判處10年監禁 《每日郵報》也提到 英國的安全部門擔心到 部分研究 有可能幫助大陸發展大規模殺傷力的武器 包括用於鎮壓異見人士和少數民眾 故此 英國的軍情六處 借調情報人員 來啟動了這個調查 被調查的大學 包括了國際知名學府 但是 英國國防部同意 由於 這一項的 調查是涉及到國家安全 而且還是進行調查當中 所以暫時不會曝光 那些受到調查的大學的名稱 現在當局其中一個調查方向就是 究竟這200名英國學者 他們是有意 將這些機密材料洩漏出去 還是不小心被人竊取 當然我相信 當局就是會查過水落石出 這件事其實最少反映得出 英國在出招的頻率方面 事實上是密了很多 往事大家都只是聽見 美國來檢視一下學術界有沒有腐敗的情況 有沒有人涉及收了錢 洩漏 而英國方面 原來是一不做二不休 一查起來上來的時候 就有超過200人落獲 當然到最後究竟會檢控多少人 或者是成功起訴多少人 現在就是未知之數 還要等待後續的消息 但是起碼 啟動了這一步 我相信都會陸續有來 也未必只指現在這二百多個 可能初步調查就是這二百多個 但是就已經踏出了第一步 你說對於後續的中英關係 會不會進一步惡化呢 我覺得也有可能 但是就算沒有這個事件 都已經是有惡化的跡象 好了 接著就說說 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昨晚的時候 公佈的 英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就更新了外郵指引 他們就是 獲釋 香港就跟中國其他地方一樣 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 如果是擁有英國和中國國籍的人士 他是持有英國護照入境香港也好 都未必會 獲得英國的領事保護 當然我們就要搞清楚 這個外郵指引 他到底 目標對象是告訴誰 其實有些人說 跟BNO不加一事 是跟BNO無關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BNO的人士 從頭到尾 在大陸也好 在香港也好 都不會獲得英國的領事保護 因為絕大部分 手持著BNO護照的人 都同樣地擁有一個中國國籍 而是不能申請退出的 以往都有人試過 去入境處申請退出 拿著本BNO是不行的 而且大陸之前一直都是視BNO作為一本旅遊證件 他就不當BNO是一個國籍 當然特區政府也是一樣 現在就直接都不承認BNO這件事 所以就不是跟BNO人士說 反而他的目標對象就是針對 已經入籍英國的英國公民 只是拿著BNO護照的人說 因為這班人他才可以拿著英國護照入境香港 好了 但是在過去一段長時間以來 大家都知道 特區政府對於所謂雙重國籍的問題 一直都是隻眼開隻眼閉是默許的狀態 而在過去移民了去外國 而又取得了外國國籍的香港居民當中 我相信絕大部分 無論他有回流回香港也好 或者沒有也好 他們都沒有主動去申請退出中國國籍 因為很多人一來就不知道可以退出 二來就是有些人貪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退出中國國籍的時候 一來他就可以拿著本特區護照 二來他又可以繼續持有回鄉證 所以有很多人其實就沒有退出中國籍 事實上可不可以退出的呢 是可以的 根據大陸國籍法第九條所說 就說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 自願加入或者取得外國國籍的 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他寫就是這樣寫的 但是由於在香港 這個雙重國籍其實就是沒有很嚴格來執行的 就是說根本上就沒有人主動要求你 作出任何的申報 究竟你有沒有拿到外國國籍 如果有的話就會取消你的中國籍 是沒有這件事的 往事是沒有的 所以那些移民了去外國 又周始回香港的人 他可以拿外國護照入境也行 拿身份證入境也行 但是其實就算拿外國護照入境也好 如果是沒有放棄到中國國籍的時候 其實一向都沒有領事保護 根據大陸國籍法的第10條就是這樣說 說中國公民具有下列條件之一 就可以經申請批准退出中國國籍 第一就是外國人的近親屬 第二就是定居在外國 第三就是有其他正當理由 如果要申請退出中國國籍要怎麼做呢 就可以去入境處提出申請 交五百多元就可以了 當然這個費用 無論成功與否 其實都是收錢的 沒得退回的 那些已經移民了去外國 而又取得外國國籍的人 其實就可以申請退出中國籍 不過過去也甚少有人這樣做 以往報紙有登過 有些人是做過的 是可以的 如果你拿了外國護照的話 當然你一申請的時候 如果有特區護照就要註銷 就不能夠再拿 但是 到底這個所謂的領事保護 是不是有些人想像之中的 那麼大權力呢 也不是的 老實說 大陸那個康明凱 我經常都舉這個例子 他就是一個 完全純正的白人 他是完全的加拿大籍 他一樣是被人拘捕了的 那個領事保護只是提供一些協助而已 就不像有些人在網上討論 當作有自外發權 當作這個領事保護 那個被保護的人 好像領事一樣 可以不用被捕 不是說那樣 有些人搞錯了 神化了這個所謂的領事保護 領事保護只不過是說 當那個外國籍的人士 在香港或者大陸被捕 那個領事又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協助 不是說那個人是可以沒事的 因為有時我在網上看見那些人討論 就說到領事保護是好像自外發權 一有這個領事保護 就是金光罩來的 沒事了 實情當然不是這樣 是不是 英國領事館也提醒一件事 就是已經放棄了中國國籍的英國公民 是應該攜帶有關證明的 就是說入境處應該會有一張東西給你 你去申請的時候 給500多元 退出中國國籍 到其時 如果有起事上來的時候 就要有這一張的證明 才能提供領事保護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